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月11日 一件素质艺术品在加什德拍卖行已近700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这是这家大型拍卖行首次拍的一件不以实物形式存在的艺术品 每一天最开始的5000个日夜 The First 5,000 Days 是尼称Beeple的美国艺术家麦克·温克尔曼的素质作品 是一幅由5000张独立图片组成的拼贴画 是它在超过13年的时间里每天一张制作而成的 这款作品以一种新型数字资产不可替换令牌 英文叫NFT Non-Fungible Token的形式存在 存储在共享的数据库里 而数据库是在区块链上运行 这意味着 这款作品经过了区块链技术认证 可证明其原创性和所有权 任何人不能创开 通过NFT 艺术家的版税被集成在区块链里的合约中 艺术品每次转手 Beeple都能获得10%的版税 他表示 我真的认为这将被视为艺术史上的下个篇章 有专家预测 整个世界实体艺术品市场将会以NFT的形式逐步数字化 根据nonfungible.com的数据 艺术类NFT约占NFT历史销售额4.15亿美元的四分之一 下面有两条有关尼康的消息 3月9日尼康公司宣布正在开发五反旗舰级相机 尼康Z9 Z9将代表了尼康技术和性能的重大飞跃 Z9汇集了尼康多项先进技术 其中两项黑科技领人注目 一是堆叠式CMOS传感器 Stacked CMOS Sensor 二是8K视频 相机预计今年11月份与大家见面 3月4日尼康公司宣布推出NX Studio 1.0版 这是一款能够无缝浏览处理和编辑 用尼康数码相机拍摄的照片和视频的新软件 该软件已经可以免费下载 用户可以体验到对于照片的全方位编辑 操作更为直观 通过整合尼康的图像浏览器和图像处理与编辑软件 用户现在只需要通过单个软件便能浏览处理和编辑图像 尼康用户可以考虑用这个软件来代替Lightroom或者是Photoshop 位于中国深圳的Instant 360影视公司 近日发布了一款拇指防抖相机 Go第二版本 Go2不仅延续了上一代的小巧随处安装的特点 同时也很好地解决了因体积受限制 导致视频画质受制约的问题 这次发布的Instant 360 Go2 搭载了2.3分之1英寸传感器 相比上一代的2.74分之1传感器英寸的面积有所提升 最高可拍摄1440P50M的视频 支持IPX8裸机4米防水 Wi-Fi传输功能 单距续航时间长达30分钟 配合充电盒续航可达150分钟 官方价格为1798人民币 美国售价是300美元 Peak Design品牌立于2011年 是一家来自美国旧金山的摄影配件品牌 Peak Design品牌的特点 是其大部分产品都是经过Kickstarter众筹发布 在过去2011年到2019年所推出的众筹项目中 他们已经筹集了超过3200万美元 产品有100多项 深受大家欢迎 Peak Design最近公开指责亚马逊 模仿他们的80美元的日常吊带袋 亚马逊Amazon Basics售价只要21美元 下面咱们来看一段视频 这个是The Everyday Sling by Peak Design 对不起 对不起的 The Everyday Sling 那是好,老闆 所以如果你疲倦支持公司的新闻 而不肯付费费费费费费的东西 不要! The Everyday Sling 由 Peak Design 和Amazon Basics 任何一款你买 你会获得正常费费费 Peak Design表示 这并不是第一次对亚马逊品牌提出控告 但Peak Design决定采取一种轻松的态度 并试图提醒顾客们购买时 要买到真正的好东西 大家近日发布了一款全新的无人机 DJI FPV FPV是First Personal View的缩写 即第一人称视角 这类无人机提供区别于传统航拍无人机的 飞行视角和操控方式 用户佩戴飞行眼镜 以第一人称视角进行操控 实现身临其境的体验 情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给这个工具取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Deep Nostalgia 翻成中文就是深情怀旧 它的初衷是那些已经不在的人们 通过AI亲自为我们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 这是林维音 这是鲁迅 我呢 也试的是我自己 好像有点胖 这是网站 大家可以自己试一试 俄罗斯摄影师 Oga B的镜头下 呈现的是一个童话世界 这些照片呢 并不是Photoshop屁的 这头熊 叫Steppen 是被一个动物训练员 从猎人枪下拯救出来 并且养大的 有兴参与拍摄的模特 Maria 表示 她在刚开始的时候呢 曾被Steppen的庞大外表吓到 但在真正接触后呢 才发现她 就是她的毛一样 和暖 而温柔 摄影师Oga认为 人类和动物之间 除了互相残杀 各取其力之外呢 还可以创造一片和谐的空间 动物 并不是都想残杀人类 或充满危险的 我们只要尊重他们 就可以和平共处 这次的节目呢 又近尾声了 假如您喜欢这个频道 请点击右下角的订阅 或者成为我们的粉丝 您的支持 就是我们的动力 世界新闻摄影 是世界顶级的摄影比赛 因发起于荷兰 故又称和赛 至今呢 已举办了64件 2021年 一共有来自130国家的 4300多名摄影师 提交了74000多张作品 大赛组委会呢 近日宣布了 下面六张照片 成为年度照片的候选 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面我挑选了反映贝鲁特大爆炸和非洲蝗灾的一些作品 一起来和大家欣赏 再会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